您好 好 在整個凡子的方式感的有性生子的好處是 它本來的DNA 父親跟母親的DNA 它從個體的細胞裡面的DNA 它先複製完之後把它分成兩塊 分成一半一半 我就是假設主觀者的DNA是 假設上層內的話是46條23對 46條23對 因為染色體它會兩兩層對 但是我們把這兩半去細分的話 它是23對有46條 它分成呢 它把一個細胞分成兩個精子 每個精子裡面也是23條染色體 卵子也是一樣喔 它把卵子分成兩個 兩個卵子 卵子的話 從一個細胞體細胞 變成兩個卵子細胞 卵子細胞裡面只有23個 23條 染色體 就是只有一半一半 這情況之下呢 如果兩個 卵子跟精子在結合呢 是又回來原來的23對 就是46條 染色體 就會回來原來一個個體 所以就從這邊開始複製 所以一個受精卵 精子跟卵子結合的時候開始複製 開始複製 更多更多 我們上次看過了 從一個受精卵 分裂成兩個 四個八個 開始一坨 慢慢的一段時間之後 它開始在這邊長出一個 會先長什麼 上去看 心臟 我是心臟 心臟是比較後面的 先長出脊椎 先長出腦袋 再開始長心臟 上禮拜你沒有來 有了 那我們看一個影片 從這邊受精卵 滾到子宮裡面去 我剛剛在弄很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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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整個複製的過程 一開始我們並不知道哪一個細胞 並不知道哪一個細胞 是這個細胞分裂成脊椎骨 還是這個細胞分裂成腦袋 還是這個細胞分裂成心臟 我們並不知道 可是 剛剛在分化的過程 複製分化的過程 有一天在見這個訊息 我這邊看起來要長出手 這個細胞就看起來長不去 像手一樣 慢慢它複製出來 都是一些手的結構 所以什麼叫做鈣細胞 我們有聽過鈣細胞的東西嗎 聽過沒有 有 有聽過幾代血 有 有聽過 然後 乳牙保存 有 為什麼乳牙保存沒有用 乳牙保存要保存什麼 這個 幾代 為什麼要保存乳牙 你換10塊錢 然後載到下面 晚上牙線載給你換10塊錢 一塊錢而已 多少錢 一塊錢 一塊錢 一般是換金幣 我就是金幣了 我是換100 不是換金幣嗎 OK 你們家的牙線輪給我錢 我們家牙線輪換10塊錢而已 沒有屁用 我今天全是換金幣 然後出現的是 其實一般來講 給個措施 然後給個硬幣 要什麼 好 Anyway 它是給你錢 它無牙 那我們不想保存乳牙 早期沒有保存乳牙 保存保存肌代血 不想保存肌代血 因為裡面有很多細胞 你身體有很多細胞 你腳摳摳摳很多細胞 裡面有幹細胞 裡面有幹細胞 幹細胞 幹細胞怎麼用 有幹部差很多 幹細胞 修復身體的我 因為是被幹過的 因為是沒有 可以修復 好 修復什麼 剛剛記者講的 可以修復什麼 一個可以修復 一個不能修復 修復老人家 什麼修復老人家 我記得是這樣子 修復老人家 修復任何損壞的部位 OK 它為什麼可以修復 讓人損壞的部位 因為它會幹過 因為它是 很難過的 我把手 等一下拿刀子割一動 它怎麼修復 幹細胞 怎麼弄 幹啊 怎麼弄啊 你試給我幹 你手上根也有動了吧 講一起來的話 手上有動就可以幹了 好回來 修復它怎麼修復 蓋器包怎麼修復 蓋器包怎麼修復 很強的 就是 你把 比如說你的 比如說你的心臟有問題 然後就把乾細胞放在你的心臟 然後它就會開始 長出另一個心臟 對啊 是嗎 它不變兩個心臟 不會 不會 因為它只會修復 一部分的心臟 壞掉的部分 嗯 對於幹細胞 真正的用途 我們知道可以修復 好 但是它真正的去修復 到底 別修復到什麼程度 並不是 課筆沒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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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講 你們再看課筆就好啦 我說你這樣為難我們 我沒有為難你 我沒有為難你 好不好 我們只講我現在知道的東西 好 修復 在這個地方 在一開始瘦精管 變成瘦精管的時候 它裡面做的 做的細胞 到底在臉成什麼 它並沒有被附養 還沒有被附養 還沒有被附養 所以這邊的細胞 所以這邊的細胞 是比較原始的細胞 某腹 比較原始的細胞 就是在我們現在 這個皮膚細胞 這皮膚細胞 你才是複製 它有複製才給心臟嗎 不然它整複製 它整複製的皮膚 你不覺得 它都是同的DNA 不是嗎 皮膚的DNA 跟我腳的DNA 跟我心臟DNA 有不一樣 你覺得一樣嗎 有沒有不一樣 會不一樣 我腦袋的細胞 我腦神經的細胞 跟我心臟的細胞 跟我流血血液的細胞 跟我這邊摳一摳皮膚的細胞 裡面的DNA 一不一樣 你覺得我不是帶細胞生物嗎 你不是帶細胞生物嗎 我不是帶細胞生物 但是這麼多細胞 這麼多種東西 腦袋的細胞 手的細胞 腳的細胞 心臟的細胞 背的細胞 這些細胞裡面的DNA 也不一樣 DNA 你們DNA都一樣 我不了解DNA DNA裡面是一個細胞裡面的 一個遺傳物質 他告訴他 告訴他 這個細胞說 你應該長得怎麼樣 但是 很特別是我們人的 不同的物位 多細胞生物都是一樣 一個植物的葉子 跟植物的根 跟細胞裡面的DNA 也不一樣 應該只有 都是一樣的 犯的話 假設我今天去犯了罪 我在那邊流一滴血 警察如果找到那滴血去化驗 找到裡面的DNA 他可以找到這個人 全世界裡面 沒有一個人的DNA是一樣的 他找到又不知道 你在哪裡有病 什麼 他找到DNA 他知道是你 但是他找不到你 他為什麼找到你 所以我死掉 他們找不到 那他為什麼找到你 他有很多方法 我有朋友 你一個人很難離訊所居 不跟自己的朋友聯繫 對不對 我找你的朋友 我找你的家人 我可以請你家人的朋友 幫忙注意一下 猴子在哪裡 對不對 猴子放了座 然後就開始衝擊他 然後長相畫出來 現在每個告示他 對不對 讓每個人去 這個好像看過 所以在那邊買面 你剛剛說的是 只要我找到DNA 我就可以立刻找到他 我沒有說立刻 反正你就可以直接找到他 我沒有說直接 我沒有說直接 我們就可以找到他 我們就可以找到他 對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找到他 不許他 你要先看到他 可以診斷 謝謝 這不是問題 這是我 你在做我的語病 好 擺接數據吧 什麼 擺接數據啊 今天那一刻 我們都說想說 你在哪裡之後 攝影機就會追查到你 他可以匯出你的臉孔之後 你想 你想想應該 那個攝影機就會偵測到你 之後攝影機就會發出 目前我們沒有這樣 技術嘛 只會開幾段階 我最近還要做檢報 誰 我 你要做檢報 現在嗎 嗯 現在要上課啊 你要做下課 下課的那個 要下課好不好 不是要來這邊做啊 蛤 他找我驗收了 是吧 沒有啊 換什麼 我跟你們講一下 我還那麼不怕 因為我一開始 不知道這一節是 生物 可是生物也跟你沒關係啊 跟我沒關係嗎 你又不是生物課的 你真的覺得 你上生物課嗎 怎麼有人跟我講牛呢 你自己上什麼課 不知道 你今天講最牛就有 你上物理啦 好啦 怎麼看起來不一樣 眼鏡仔 好啦 謝謝趕快下去了 下去了 你知道給我滾 好 所以這個 剛開始的細胞 是一個比較原始的細胞 它可以分裂成什麼 它並沒有被賦予這個任務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這個細胞什麼都可以被賦予 任務的時候 它可以分裂成手 或分裂成腳 或分裂成心臟 並不清楚 所以這細胞 很特別是 它還沒有接到那種指令 去開始做適當的分化 它的功能還不能 也就是它每個細胞 保有最原始的功能 這個細胞拿出來 它可以分裂成肝臟 它也可以分裂成皮膚 它也可以分裂成手 也可以分裂成腳 它有很多種功能 我們現在不清楚 那科學家做研究 是讓譬如他可能把一個 吸引的幹細胞 取出來 把腳切掉 把幹細胞放回去 所以幹細胞可以分裂成腳 對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他也給他分裂一些信息 嗯 那我 如果說不同DNA的幹細胞可以修復嗎 當然不行啊 好 不同DNA它能修復你 它長出 譬如你把細胞的幹細胞放在手 它可能長出一隻細胞的腳 這個意思嗎 把鳥的幹細胞放在背後 像同一個翅膀 不太容易這樣做 但是 就是基本上 他在 就像剛剛其實徐古講的東西 很有趣的 我們 譬如人類 像 在那個 實習醫生格雷裡面 他有一個 就是有講到器官移植 那實際上有一個爸爸 他肝臟需要被移植 那他找的是 後來他請他兒子 兒子的肝臟 割一點給他 那因為肝臟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器官 我們心臟割一半 心臟就死掉了 我們肺割一半 肺臟就長不一樣 可是肝臟是一個 修復能力很強的一種器官 你把它割一半之後 他一兩個月後 他原來那個肝就長出 長好 就修復完成 修復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我們人類我們的功能 我把手頭切斷 就長過去手頭 可不可能 不能 不能 可是肝是一個很特別的器官 但人類目前肝 還保有這種再次能力 你把肝切一半 肝會再長回來 原來肝的大體 肝是有一個能力的 所以我們在講 蓋西方球衣 如果有一天 不過了很久 以後又一個人幹話 他一個氣一半給他 然後他就不會長 為什麼不會長 不會可能 人類有句話 然後就變得更難 他就不會長 他不會那麼快進化 進化不是一代就可以發生的事情 我說好幾代有 對 整個進化就是一代事情 然後他就很窘掉 然後不會長 但是你說 進化到底 有一本來叫做 進化其實是退化 退化原來是進化 到底退化還是進化 我們的類變成這個樣子 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 關我屁事 只要跟那個什麼 騎車是被改版以後 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一樣 我覺得是退化 我覺得是進化 會嗎 他好像變得很熱 可是很癢 謝謝 可是我也要很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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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不是露了10克 你知道嗎 現在請露了露在進去 說得有點把我比 你這樣就是這樣吧 OK 好了 所以呢 我們 在儲存乾細胞 這個是功能 然後他也發現說 即代血裡面有 比較多的乾細胞 因為即代是 小孩這樣出生的時候 他還沒有分化 裡面還沒有分化完成的這個 所謂的細胞 但是呢 這東西跟 你知道以前 嗯 以前女生啊 比如說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剛剛提回到剛剛的跨裏 女生不是他 打赫紅 然後磁性激素 來維持他自己比較年輕的樣貌嗎 好噁心 有些人是這樣 那 因為他到後面 45歲 五六十歲都停經期 停經期 停經之後呢 他就停止分泌 主要的磁性激素了 這就很困難 他就停止分泌 主要的磁性激素 好可憐喔 好 停經期 那 在那個時候 他的皮膚看起來 就比較沒有光澤 那男人會嗎 男孩子也只有 這其實在現在加更年期啊 可是我覺得男生不會 你看這跟車啊 很多 男生還是有 所以更年期 但男生比較明顯 男生的影響沒有那麼明顯 但女生的影響比較明顯 所以那時候在古時候 比較 王公會族啊 他們比較有錢的 或者他們就去 弄一個叫紫核車 小英格 紫核車事實上是胎盤啦 那有些比較光 那你說用小英格 就是那個女朋友出身 很流傳的小英格 也是一樣 裝作紫核車這種中藥 好 那他就是用胎盤 那胎盤事實上 就跟形態寫是一樣 類似的功能 但是 事實上它應該是裡面 比較儲存多一點 或者會分化完什麼細胞 但是 就像剛剛講的 這東西我很難理解 在中醫上可以這樣做 但是 我很難理解是 我們剛剛講 我的肝長得不好 我需要一個新的肝來放 不是新的肝 就是一個活著的肝來移植進來 我可以隨便找個人來移植嗎 不行 我可以隨便找一隻豬 把它肝拿過來移植 可不可以喔 可不可以喔 是不行 因為它排斥嘛 它排斥 所以你要找一個血型匹配的 或找一個 比較適合的 才能夠匹配 像 我們中國人 傳統的飲食習慣 也有種叫做 吃什麼 吃 吃腦補腦 吃腦補腦 對不對 對 我們吃 我們幹嘛吃什麼腦來補腦 豬 是豬腦對不對 是豬腦來補腦 我們也可以吃人腦 這樣不是人 吃雞鎬完可以吃這個嗎 對對對 也是有人吃雞鎬完 然後讓你不要 這個 怎麼樣 你要啊什麼 沒吃過很好吃 你很開心 好可以聽 為什麼 為什麼 最後不講 吃紫荷車 他們發現說 吃腦可以幫助就是 太子有一些磁性技術 或有一些幹細胞的修復能力 讓你只要能恢復所謂年輕無好 吃腦補腦 吃腦補腦 不一樣的概念 因為人類 我們上次是第一堂課講過 吃腦 細胞在成長 細胞在成長 分裂 它需要什麼 細胞分裂 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分裂 它需要什麼 分裂 你蓋一間房子 你們需要水泥 需要鋼 需要鋼筋 需要一些材料對不對 細胞分裂 需要細胞 它需要材料嗎 我們需要有一個細胞 它需要製造細胞的材料 所以我們才能分裂成兩個細胞 你材料不夠 它營養素不夠 它沒有分裂成兩個細胞 它需要講述 DNA 對於一個細胞的物質分裂來講 就好像是我們的一份藍圖 對於蓋房子的重要性來講 一個設計師 他畫一個藍圖 一個蓋很漂亮 比如他蓋一個 這個所謂的 像什麼美術館 或是像這個 蓋廁所 廁所 可以蓋廁所 一輪不是很漂亮的濃色嗎 很漂亮的濃色 很漂亮的濃色 給雞住的 給人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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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族 現在當然濃色 我們 為什麼濃色要給人住 反而精進起來 濃色本來就是給人住的 可是原本是人跟動物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 濃色本來就是給人住的 它叫麻糬 喔 濃色是 濃色是種田的 濃色是說 譬如這邊一塊農地 我旁邊 我總是有一些器具要放 我的農地要住 不然我怎麼去造物 這塊田 喔我懂啊 對不對 蓋一個濃色來造物的田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濃色這個意思 這個目的存在了 好 但是現在有很多濃色 蓋的蠻漂亮的 那 濃色 你看它蓋的很漂亮 是不是有一個藍圖 它先設計新設計 設計圖 所以蓋房子的人 蓋房子的人 就可以按照這個設計圖 把房子蓋起來 對不對 按 同樣的 我們的細胞要複製之前 它需要一個藍圖 它在說 我這個細胞長成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沒有藍圖 沒有藍圖長得很奇怪 或藍圖被改 這個DNA就是它的藍圖 DNA就是一個細胞藍圖 所以DNA 它複製的時候 它把這個藍圖帶過去 所以它下次再複製的時候 它可以複製同樣的藍圖 對不對 那有細胞子呢 卵子精緻 它各帶了一部分的藍圖 從爸爸媽媽 各帶出藍圖 會長出像不一樣的 有點像爸爸 有點像媽媽 對不對 所以像最近新聞有在講 這小孩長到8歲的時候 發現爸爸說 這個為什麼長得越來越不像人 藍圖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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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他的兒子 所以就是這樣 可是你在使用藍圖這樣 會需要的嗎 那同樣的 假設這個藍圖告訴你說 這個設計上 這蓋這個房子需要水泥 你沒有水泥 特別蓋出一個好的房子 可以啊 可以啊 很難啊 蓋在設計圖上需要的房子嗎 我喜歡木房 我只舉個例子說 水泥 這個設計圖 剛剛剛剛剛剛剛蓋水泥的房子 你現在沒有水泥 就沒辦法蓋出房子 對不對 吃腦不腦的功能就是說 所有的腦細胞 它是讓大致上 它所具有的材質相同的 所以你吃進去之後 是把這個腦細胞的 這個豬的腦細胞的 分子給它分解掉 分解掉它又還原來 蛋白質的樣子 這蛋白質的成分 跟你腦細胞裡面 所需要的蛋白質 是很類似的 所以它比較容易 在做成腦的樣子 英雄美鳳裡面的玩家 一定很多都吃得平常 我補進去那邊吃 好 所以呢 在吃腦不腦 這部分也是跟我們的細胞修復是有關係的 你必要這樣吃 為什麼要吃 呃 譬如說我們講說人類是一種雜食性動物 或是像牛 牛它是濕素的 牛濕素的 它去展出肉的肌肉 所以它有什麼樣的一個轉換機制 它身體裡面 在它身體裡面就有一些效果 它把那個 把草的 草的結構 分解得很細 再組合成肌肉的成分 它就可以複製肌肉細胞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複製肌肉很好 好 那我們現在 大致上把牛濕生子 大概講一部分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們經過一個 所謂的 減速分裂 分裂成所謂的青子跟卵子的細胞 那青子跟卵子的細胞 再組合成這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受精卵 然後這個受精卵去複製分裂 分裂成一個大的個體 同樣的 在 植物來講的話 它怎麼分裂 植物它就分熊 花裡面就分熊蕊跟蜘蕊 熊蕊上 熊蕊上有那個花粉 花粉會掉到蜘蕊的那個 上面 假設這個花的話 哎呀 觸手快 那後面還有花的花瓣 口不缺 花瓣 所以 花瓣 花瓣的美麗 顏色很吸引人 不過它是沒有像話去香味 很吸引一些蚊蟲 那蚊蟲就會去吃花蜜 它還分裂一些花蜜 對不對 花粉啊花蜜 花粉也是可以吃的 你吃過花粉 有吃過花粉嗎 那個蜜蜂去採花粉 或採花蜜 但花粉不是故意採的 花粉 嗯 其實花粉也是採的 蜜蜂去採花粉或花蜜 花蜜採回來的時候 它會打花粉 他們那個採蜂的 養蜂的人 他們就做那個草 因為那花粉 在它腳上面卡一大顆嘛 然後它經過的時候呢 那一顆花粉就咚就掉下來了 被卡住就掉下來了 所以它每次蜜蜂都要經過那個草的時候 經過的時候呢 它蜜蜂進去了 可是花粉就掉在外面 怎麼靠北啊 它戴不進 它那個花粉就 蜂籠就是把那個花粉採脫下來 再把它乾燥 給我們人吃 好 那 蜜蜂在上面沾採的時候 它腳就會從 可能從那個花粉 沾到一些 這個所謂的 熊尾 熊尾上的花粉沾 就碰到那個 脂肪的這個頭 這是蜜蜂 然後進去之後呢 它就開始往下 融解進來 它裡面一樣 是蜜蜂的蜂 它就可以裡面 像瘦筋一樣 它裡面有軟體就會瘦筋 那我想把它拆開 把它拆下來 把它拆下來 花的 應該是 這邊有花的影片 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運氣喔 哇 熊尾好蜜蜜喔 怎麼好蜜蜜 有蜜蜜 啊 熊尾有沒有睡覺的影片 我有睡